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从12月开始到昨天 全美记录了6万5千多例新冠死亡病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 单月新增死亡病例的新高 12月成为美国新冠疫情最致命的月份 在12月份的数据出来前 4月曾被认为是美国最致命月份 全月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5万5千 数据还显示 目前全美新冠住院患者近12万人 近期一直呈上升趋势 截至目前全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913万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3万3千例 相关疫情数据表明 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平均每17人中至少有1人感染新冠病毒 每1000人中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 公共卫生专家夫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疫情最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 夫妻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 节日假期后的病例激增 我们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 旅行和可能会聚集的人群 将给医疗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 导致节后疫情继续恶化 同时相关机构的数据显示 26日在全美机场有超过110万人通过安检 进一步表明公众并未遵守专家建议 在家中度过假日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 洛杉矶线24日报告了创纪录的140例新冠死亡病例 一天后这一记录就被打破 25日报告了148例新冠死亡病例 报导说最近一周洛杉矶线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住院患者 增加了1600多人 目前全线大约有6500人因为新冠肺炎住院 其中20%的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南加州三个星期的居家令今天到期 但南加州重症监护病床可用病床人为零 加州官员昨天表示可能要延长数周的居家令 加州州长纽森日签针对南加州颁布的三周居家令 将于今天到期 但是州政府官员表示可能要继续延长数周的居家令 因为根据州政府的要求当地区内的重症病房的可用率低于15% 将启动居家令 而南加州可用病床率目前仍然是零 在新的居家令下餐厅室内室外都不能堂食 理法店美容院等个人护理店不能开放 零售店虽然允许室内运营 但是室内客容量也较之前更低 欧盟决定从今天开始启动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全面接种的是辉瑞疫苗 欧盟执行会主席办的莱恩宣布 已经购买了20多亿剂辉瑞疫苗 将向27个成员国发货 在欧盟会员国全面施打 根据欧盟的新冠疫苗施打标准 将由退休人员与第一线医护人员接受第一批新冠疫苗接种 在西班牙第一位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的 是一位住在首都马德利附近一处养老院 高龄96岁的老太太 意大利是欧盟第一个出现大量感染病例的国家 率先接种疫苗的是一名29岁的护士 他兴奋地说很高兴能够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希望疫苗能够赶快终结疫情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